有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刚刚这个亚洲老师谈到一个 大家没有想过 就是我们都觉得交流 交流真正了解就够了 但显然是不足以 所以你觉得呢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在于 两岸永久和平 这是下一任的一个责任 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下一任可能是蓝 可能是绿 可能是侯有鱼 可能是赖清德 那赖清德当然大家就是没有希望了 走的是这个备战的路线 那国民党走的是备战的路线 你觉得呢 我们在过去呢 保持这种暂时性的和平 感觉上是很脆弱的 如果说何友宜上来 国民党上来 有一个新的契机的话 有没有可能在谈判桌上 为台湾人谈出一个永久的和平 做得到吗 我认为是觉得有可能的 我一直都还是认为 爱与和平才是相处之道 我也认为 唯有透过这个方式 才能够解决问题 要不要交流 要交流 要不要上谈判桌 要上谈判桌 但是要交流 跟上谈判桌 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叫做互信 叫做诚信 今天不要讲台湾人 相不相信大陆人 今天大陆人相不相信台湾人 甚至我要讲说 大陆的共产党 相不相信国民党 这都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要讲相不相信民进党 那你再去看 在介于其中最多的美国人 美国人相不相信民进党 美国人也不相信民进党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要怎么解决 我觉得有三个方向要走 第一个方向 大家一定要往和平的方向去想 你现在不去想 怎么样走出一条和平的道路 那和平永远不可能 第二个 我觉得交流一定要 因为你不交流 不来往 你就彼此之间会产生误会 你会陌生 大家希望 最希望做什么事呢 就是我的生活能够过得很好 我的经济能够很好 我的未来永远都是快快乐乐的 很平安 对不对 那你一定要透过交流 你没有透过交流 彼此之间就不可能会有 创造这种和平 快乐繁荣的机会 两岸又是同文同种 你到美国 你到欧洲 你去跟人家沟通 你去要做生意 难上加难 那你如果到大陆 其实你说困不困难 我觉得一点都不困难 民进党经常讲说 这就是统战 统战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都不清楚 统战就是大家观念相同 看某一个事情的想法 是一样的 其实民进党一直在追 台湾人民做统战 要台湾所有的人 跟他相信一样的 大陆人是坏人 台湾一定要走独立 这是民进党在做的统战 民进党在做统战之前 还做一件事叫洗脑 为什么要改克纲 叫洗脑 不承认中国的历史 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不承认自己有中国人的血统 不承认嘛 叫洗脑 这个里面 这两个加在一起 更可怕的一个叫什么 就是民进党 他在做一件事 骗人 骗自己也骗台湾人 因为台湾人都不相信自己是中国人 年轻人都不相信 为什么 历史上民进党给的是假的历史 错误的历史 所以历史讲求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真实 是真相 但民进党在骗台湾的年轻人讲说 这个历史 我们民进党讲的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才是真相 这民进党做的事情 所以你要想 他第一个 他说谎话 第二个洗脑 第三个 民进党用统战的方式 是对台湾的人名 所以你想统战可不可怕 民进党常常讲 大陆对台湾好就是统战 如果对台湾人好 这个统战有什么不好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处境最为难的 不是台湾人 是大陆人 你要对台湾人压一点 凶一点 台湾人马上讲说 民进党讲得罪 他们是坏人 你要对台湾好一点 他讲民进党讲说 他是统战 他来捅我们 捅什么 我现在常常在问一个问题 大陆统战台湾 统什么 统的就是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还有什么 没有什么 统的是什么 不要战争 要和平 这有什么不好 所以我觉得 过去大家常常在讲 交流交流 我也前一阵子 跟大陆一些朋友讲 我说你们的交流不够 他为什么不够 我访问来 访问完以后开怎么样 座谈会开完了以后又怎么样 那ECFA做下去又怎么样 你ECFA要做到什么程度 两岸的贸易要到什么程度 我说你们要做一些实在的事情 不要像过去做一些比较空的 因为谈完就没有了 我觉得真正这个时间 国民党该做一件事 建立一个机制跟平台 什么机制跟平台 跟大陆所有不管文化 经济产业教育 所有的平台 应该跟大陆开始谈 我们现在先建立平台 我们先不要谈统 我们先建立平台 这个平台是落实真正交流的平台 让台湾人体会到 我们有这样的好处 我们有这样的未来的发展 我觉得和平才有机会 这是我初步的看法 第二个我还是觉得 在这个阶段里面 国民党要有勇气 国民党过去没有勇气 没有勇气去讲我们自己的宪法里面讲的一个中国 没有勇气去讲说我们两岸之间和平会有什么好处 我们只是每一次在选举的时候被民进党讲说 统一有什么坏处 独立有什么好处 国民党都不敢反驳 国民党到今天为止也不敢讲 民进党修的国安法是什么法 是恶法 是统战的法是迫害人民自由的法 国民党不敢讲啊 你们的副主席讲国民党从来不亲中从来不同意 你们的副主席 我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我不是副主席 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国民党今天真的要有勇气 我觉得郑永兄跟亚中兄 任教授我们在一起 我们经常在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台湾都是害怕 台湾的政治人物害怕怕什么 选举没有选票 对 但是他的考虑角度是错的 你跟大陆好 台湾能够真正拥有和平 拥有真正未来经济好的发展 那才是真正政治人物该做的事 该讲的话 你到今天为止 顺应着民进党去讲 所以到最后你的选票就会上市 因为老百姓我认为说 你跟民进党没有差别 我为什么要投给你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 国民党应该要有勇气 好好地去面对两岸之间的问题 然后好好去搭一个平台 好好建立一个机制 这是国民党现在该做的事 好 我问一下这个县长 这次选举我想投的不只是 这个赖清德和友谊 或是柯文哲 投的是自己的一个未来嘛 所以这方面真的很重要 我们不断地在强调永久和平 那大家期待政治人物 但是你看不管是逃也好 逼也好 没有办法给台湾创造这样一个 永久和平的条件 那你怎么看呢 民间的力量可以反过来吗 运用民间的力量给政治人物一些压力 我们需要一个永久的和平 我们该怎么做 民进党在过去最厉害的一招 就是让你害怕 恐惧 恐惧什么 恐惧大陆 所以民进党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台湾关起来 交流不要做 对媒体把中天关了 让你媒体接触不到真正的资讯 那民进党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有自信 他觉得他走这条路 不会是一条最正确的路 那许多年轻人 为什么要改克刚 就是我改了克刚以后 年轻人就跟我的想法一样 我仇恨大陆 大陆跟我不是同一家人 不是同一边的人 所以民进党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 这次选举到底要怎么翻转过来 我觉得还是资讯 国民党现在走这个选举的方法 是必败 我现在必须要先讲 必败 国民党必须要走到年轻人里面 国民党必须要走到人群里面 而且国民党必须要大胆去讲出来 两岸之间真正需要永久的和平 才会给我们年轻人带来美好的未来 那国民党必须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不但要像我讲的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更重要你要有方法 所以我觉得在座 剛剛雅中兄也好 郑元兄也好 提出来这些问题 这些想法 国民党都应该要接纳 我要很客观地讲 如果真正能够面对民进党 所制造出来的这种恐惧 让老百姓 让年轻人知识分子真正了解到 我们真正要争取的是一个 未来的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开放 真正的和平跟共荣的一个环境的话 我相信国民党才能贏得这次选举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必须要有勇气 讲出来做得到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好 5 2 5 5 10 7 10